最近看的是Lucy 其實看完我有點看不懂 但我花了蠻久的時間 而且我很久沒有看一部電影 看完之後會想這麼久的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 要變很厲害的時候 那個對付壞人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非常拉瘋 而且史嘉莉演的超拉瘋的 她可以透視嘛 所以她拿槍就是 就是隔著那個牆壁 三槍之後開門 那三個就死了耶 就是她可以這麼厲害 蚊子 好刺的蚊子喔 不行不行我剛剛那個我要換 我覺得這樣講太無腦了 等一下 因為她覺得她快沒有人性了 所以她打電話給她媽媽 講一個那個她最後的類似遺言 因為她怕她之後沒有人性 就不會講這些話 所以我覺得那段非常感人 心目中最經典的電影是那個 真愛每一天 就是她因為男主角都會 也可以一直回到過去做一些事情 因為我常常會有很多遺憾的事情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那一段無腦 我想要從頭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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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